赛的进球可是整个16支中超球队里面最少的 河北花家幸福的拉维奇到现在为止 个人已经有11个进球了 他个人的进球是比一粒 天津一粒的整队的进球数也就少俩 拉维奇11个进球 11次助攻已经达到了一个 两个应该是上车 和他现在的号码很相配 比赛已经开始 在场上穿着白色上衣的就是河北花家幸福客队 穿着蓝色上衣的就是天津伊丽 这里是PPTV距离局为各位带来的2017赛季中超联赛的第22轮的比赛 在主场团博足球场天津伊丽队迎战河北花家幸福 跟他们比赛解说是谢朝阳和我苏东为各位带来 这个场地看起来是比较比较糟 由于呢现在全运会正在天津举行这个场地啊也举行了 全运会男足的U18的比赛以及女足的比赛 所以这个场地的保养确实看起来有点问题 不过有可能啊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天津伊丽队将会离开环博足球场回到自己本来的主场 水泥球场 应该说两支球队可能都会想到了一起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伊丽排出的是一个五分位 我们知道华夏幸福这支球队三十六个进球 打在立柱上 是不是打在立柱上 这球打得非常刁钻 上下之后伊丽很拼啊 因为华夏幸福三十六个进球 多一半是由边路团中中间解决问题 没错 那么五四一的一个战位应该说打在立柱上 而且有一个反弹 应该说这场比赛作为天津毅力的主教练 或者说教练组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一个部分 那么反观21号阿罗伊西奥的上场 他的上场应该说单打独斗 或者说强突强壮的这种身体素质 能够去报在中间 能够形成很好的那种中路突破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光靠边路团中是一方面 边中结合对于华夏幸福才是重中之重 对 现在看看阿罗伊西奥 这头水牛能够在这场比赛中 给自己的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天津流队已经是在联赛里边八轮不胜 难求一场三分解渴的比赛 上一场比赛的胜利 还是在今年的6月2号 2比1在主场击败上海生花 想想6月2号那时候夏天刚到 的手呃一堆烟有四个进球他并 没有在大名单里边啊这个球打的 有点浪了哇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高 空球啊拉维奇的这种脚背的卸球这 一下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在这种停球的 这种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 不过对于河北华彩政府呢也要注意他们是过去的八场比赛 也仅仅获得过一场比赛的胜利还就是在815号 呃两轮之前3比0击败 不过上场比赛也是2比2和上海上港打平啊 过去的两场比赛没输 一胜一瓶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可是四连 拐如果说到客场的话这近三个客场三连拐 呃华夏幸福确实在后方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明洪博把球传到中楼后监也不错 哎呀没有人跟上后监的球员啊 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球能够传到这个角度 这场地确实有点问题蹦蹦跳跳 所以从边路的这种低平均的传球 属于后方线的球员才是非常难担 呃就是你要看刚才呃杨诚的一次测出啊 你再看现在啊站在那个土黄土上的球员 如果起跳的话他能把土带起来 是 表求一个前点 第二时间准备传球 七二球 华夏幸福来至 两个后腰一个是赵宇浩一个罗松文 过顶 今天在后卫线上 有黄西浩曹阳谭望松 那么华夏幸福这边呢 在后方线上高准一身高也有一米八六 另外呢还有一个高大的就是金周荣也是来自韩国 有意思的是这两支球队的韩国选手都是中后卫 而且都是14号 比去年少多了 嗯 去年的韩国中卫太多了 呃只要一打比赛你就手把铭的啊 你就这个写一个韩国把这个韩国会写上去哎就没跑 像什么钢琴秀啊红正好啊 是啊等等 啊 天真丁位球 这进行一拉 草皮需要休整 啊传到了外线 直接一角当说 还有补射机会 再一角捅射 连续的两脚打门 啊越位了 已经明少越位了 但无论如何 天津一立可要小心 啊没得没得说 确实是个越位 这天津啊 历来就是出门的地方 这么多年 自从就那时候国家队的时候就是天津的球门国门啊 真的是非常多 要从呃 门将这个角度讲 这天津就像是欧洲的荷兰 是 明洪博外脚杯 就是把球在箱里搓的时候 帮助队卡位卡的不错 确实在未来的比赛可能对于华夏幸福啊 就这几轮比赛 将会决定他们还有没有资格去竞争亚冠资格 这时候米克尔的付出对于天津一立来说有帮助 但是对于河北华夏幸福来说 可能就得要重新考量一下 除了颜边福德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应该是几大战役中的第一大战役 对 这个三分对于他以后的这个走向和战略的步骤非常的关键 没错 你看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对国安随后又对福利 这两场比赛 当然后面的包括了像辽宁开心 长春亚太江苏苏宁 这都是要保级的球队 随后马上在面对天津全界 广州恒大 山东古能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之后的两场比赛 对着国安和福利将会决定他们在未来比赛中 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 有点像亚灵对中间稍微来说有点细水平的对手呢 可能稍微有点弱 嗯 那么两头来说呢都是非常不错的球队 呃 但是这他真是面对这个拼命保际的球队呃 他们也想拿分 我说的是华夏幸福想拿分攻击能力又这么强 那后防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后防线的漏洞是不是又会 适时的漏出来 客场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好些吧 因为毕竟呃 客场夺战南东肯定防守这方面要做的更多一些 但是如果回到河北华夏幸福的赌场 到青黄岛啊 必须要拿到三分的情况下 他事必要势必要往出顶一顶 因为越往后脱90分钟的比赛 上了之后不是那种非常快节奏的这种压迫式的踢法 越往后踢 对他的这种心情来说呢 越急到 是的啊 所以说啊对于现在河北华夏幸福这场比赛 将会决定着他未来比赛 也就是说未来几场比赛的一个风向标 而对于天津伊利现在就没有什么退路了 刚才提到在整个的积分榜方面 天津伊利现在是倒数第二位仅仅领先 排名店的延边负责有一分 而现在呢落后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辽宁开心 有一分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到三分的话 就一下跳出降级区了 是的 那么对于华夏幸福这边 作为拉维奇和阿罗伊西奥两个人应该离得更近一些 如果这两个人是间互相又有来电的感觉的话 中路二打三 以他们俩这种这种能力 二打二 两个人夹在一块打对方的三个中投位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老觉得如果你快要再往后退两步的话 估计米克尔是一个剪刀型中场 就是你看他在当年切尔西比赛最好状态的时候 他一个人往那一站 基本上你要想从他这个身边过去 那确实你得出不代价 说当然了九输战场四个多月没有比赛 这个状态的恢复也需要时间 是的 投球一点解围 永鸿博 国脚 你要说的话 这个再打两轮 马上又进入到了国家队的比赛 今天在天津义立方面 他们的U23 还是20号的杨立宇 以及在替补西上的替补门将李正 而河北华夏幸福的U23 中后卫高准一 以及替补西上的车市委 车市委自己也有一个进球 33号 这就是高准一 大斜线 把球向右侧来分 818 空调最燃突破天际价格冰点绝杀主场 拉维奇最近的状态非常非常好 你要想想啊 他们这几名外援 包括了像日尔维尼奥等人都是大杀气 但现在我们看到河北华夏幸福 现在目前以442的这么一个阵情出战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从罗森文和赵玉豪两个来说呢 更多的可能起到的是一个防守上的作用 对 那么拉维奇和阿洛西奥两个身后的一个碰到 这个节点当中没有人在背身拿球的时候能够支援 现在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边路去传球 那么中路呢 如果传起来之后 中路呢是三个中位的一力的防守队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 像赵玉豪或者罗森文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人 能够担当一下前腰的这么一个位置 稍微的接一下这个球 拉维奇 这个包括了奥伊西奥这两个圈的身后 他确实有个必须有人来支撑他 没错 这个底座很很关键 除非这个边路的传终的时候点传得非常好 两个人呢可能利用强点的优势能够进球 单纯的用高球去解决问题的话也不太现实 就走遍罗森文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觉得想法非常好 这个想法非常好 能力能力稍微的差一点 现在也是身背三招黄牌了呀 要小心 赵明健 应该现在我们看到就赵明健作为右后卫来说呢 张成东应该有意识往中间考 对 就是为了让这个赵明健呢 那个把冰露的空当中腾出来让他上了 哦 但我觉得是不是赵明健啊 他是刚才一开始在攻抢和防守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轻胀 刚才是跑的时候有点一拳一拳 他的身前张成东也能够打有后卫 其实这两个人啊 如果能够呃正常发挥保持水平的话 在右边这条通道和表发展进步是非常强的 这是一个准国家级的 严格来说啊 这支球队现在欠缺的是王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那你这样认为是吧 对 我正因为在中路呢 哎呦这个回船呀 真是给这个手面的挖坑了 金周荣 道歉啊 呃其实我就想让你兴奋一下 哈哈哈哈 试试你的脚法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左边呢 现在 作为河北华夏幸福来说呢 李宫国边路他有突破的能力 江中栋边路也有 中路呢 拉维奇哥阿罗西奥也有这种强点和组织 他确实就少一个体谣 就是差这么一个人 对 有啊 母比亚 但是没办法 这个外援人数不 呃这个 有限 角球开起来 哎呦 说得差一点冒顶啊 门将还算不错 把球拨了一下打出 啊 这是一个强势二打二 我这个球想法非常好 连续的第二个传奇 再把球传到了另外一层 这球传来真准 再给 你还别说 你要看河北华夏幸福啊 这几轮的比赛 当然你把这个比分和胜负要如果抛到一边的话 你要看的话 确实华夏幸福啊 逐渐开始有这个配工个人色彩了 就是大范围的调动地面的局部渗透 当年他是在西甲 包括了在英超 他率领球队啊 呃 他的训练课 基本上就是有那么前半前半截儿 这种大范围的调动跑动 最后呢 再给你融入到这个细节里边 向小范围的传递局部的渗透 丁海峰 呃 你这么说的话啊 你看 河北华夏幸福 两个边还真不错 尹洪博丁海峰 嗯 都是国字号球员啊 在另外一侧张承栋 赵宁坚也是 没错 左边这边呢 轻巧型 右边里边身体相对来说更加强壮 速度型啊 这个 再拖在前面的是阿罗伊西奥 他们入选过 巴西国家看看这球 头球后侧 展示后的拉维奇 他是国家队队员 现在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太多的联系 嗯 更多的是拉维奇 可能更多的回来一些要求 能够从后边组织进攻 说这个时候 如果拉维奇 拉回来 去组织进攻的时候 说阿罗伊西奥应该更多的 应该顶到最前面 你阿罗伊西奥他居活动范围非常大 直接准备穿过顶 穿了过顶以后 但是这个区域的防守 华达幸福做得非常不错 你在反观天津伊利的这些人员构成 当然像包括了迪亚捏 这位来自三内加尔 他也是身高马大 得分能力非常强 尼克尔也不必说 那么他中轴线上都是外援 往7号尼克尔包括了迪亚捏 当然还有就是加纳的阿奇姆棚 这是速度性球员打了三场 但是这场比赛停散 就是由于握手事件 二倍停散 没有握手 据说呢 他是不了解这个规则 当然同时因为握手事件停赛的 还包括了帕托 丁海峰 能够看到这种转移球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转移 速率三更慢了一点 五四腰的队形 不怕这种转移球 到处都是人 对 他不会说后华红线球员在大范围的移动 杨丽宇拿球准备向前突破 在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河北华确训组队 用了三脚球球攻入这方球门的这么一个情形 嗯 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速度踢不起来 也是源自于五四腰的防锁成的站位 制约着他这种反击的速度 要说天忆力在善乱他和这个圆明负责打的时候让人有点影响不到 对 就到最后完全被打花了 尤其啊这种保级的球队 在面对同样要保级的球队面前 在比赛中 这种精神上的支撑力量非常关键 一旦要是防守上或者出现一些失误的话 有点脆弱的表现 整个球队都会受到影响 赵羽豪 赵羽豪 也有过一个进球 老维奇 两轮的包夹 并没有能够把这球拿到 这个位置突击对方的球不是太远了 对 米克尔现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 自己真正的能力 米克尔 米克尔的身高达到了一米八八 其实应该说他是刚打正年只有三十岁 是 给边 哎呀 上的上的和传的时机不对 继续拿球转身 给点听听打得不错啊 赵羽豪这一次的传球盘带都不错 可惜传出来最后这一下差了一些 哦 要得到黄牌了 哎呀 这个脚伸得有点长了 来 叶峰 哇 对一下真的脚腕子手伤非常动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张 哎呀 而且根本没收脚 正好是踹在立鼓脚上啊 真不错啊 没受太重的伤啊 他这个他主要是一个测测膛以后再铲 随后再蹬出去的是最后那点劲 没被出是黄帆真的是 就是财品员手下留情了 但这一下我觉得 丁凯峰没受伤啊 我觉得 这真的是不幸中万幸啊 对 正好是左脚落地的时候 从外侧踹到了他的怀骨上 严格来说这是应该被出示一张黄牌 这个确实是一张黄牌的犯规 最后白与峰并没有收脚 所以我觉得所谓财品员的犯规 能够是否达到了这所谓的 一个规则的犯规之内 而且这个球我们看到白与峰 其实是没有任何能够拿到球的可能性 伸出角度 不像是一个滑倒之后的一个无意识的反驳 他是啊 这个刚才丁凯峰一扣了一下 他的中心闪赔了 所以想弥补自己先 呃 刚才的那一个失误 后场球 大脚 一块 给王栋 第二年他个人的能力确实是不错 但是 这是好汉难敌四拳 对方有多名队员围着你啊 刚才跟我一样对于深刻就是那空门没进 那个球 哈哈 点几个点球有个踢吧 这个只能说可能立功心切啊 你要完全说他状态不好 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在空门没进之后 他的心态有点稍微有点就变化的时候 你再给他点球 走主应该是在换一个人怕 就不应该让他体验他 你给他 刚刚付出的心灵 双重打击 右边白月分 左边是赵洪略 米克尔拿球 在右一拿球以后 再传给金的队员 赵迪安捏 白月分 在右边 就传起来一个地瓶球 地瓶球没有能够形成直接的威胁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打比赛 回复之后 我觉得其实对于他的下半日 才是真正的一个考验 体能上 他就是 节奏上 对 你就是身体 应该说从康复角度下没问题 呃 肌肉机能啊等等都没问题了 但是完全恢复到比赛状态 你是需要用比赛来恢复的 是 从刚才这个长传球 虽然是说拉维奇没有拿到球 但能够看出来 中场的组织相对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短板 目前的花家幸福 这个球是从边后卫的 后方的球员直接长传过度的 所以这个时候 后腰 能不能够快速的拿球 以最快的速度 交到拉维奇和阿罗伊西奥的脚下 才是非常重要的 呃 你要看现在 华夏幸福的人员配置啊 包括了像阿罗伊西奥 拉维奇 呃 当然也包括了像金沟龙 还有像穆比亚 对阿罗伊西奥 这个几个外援 你要信 你要这么看的话 可能在中场 他没有一个组织型的外援 你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他的替补名的囊中 这些球员也没有一个真正的 弱势组织型的选手 这就是三军一得 一将篮球 不过下半场对于天津一令 也将会带来不小的考验 像王栋 曹阳 三 呃 唐旺松 呃 唐旺松呢 还稍微年轻点 王栋 曹阳都已经3536了 要说的话 对于天津一令啊 呃 米克尔如果能够正常打 把王栋能够解放出来 再往前顶 效果会更好 哦 我们看看边路的身中 对白风 传一个地面球 哎 怎么样 哦 漂亮 球进了 25分钟 果然又是22号的拉维奇 接到了在自己边路队友的船中以后 一次零空的周射将比分改写 现在场上比分成为1比0 拉维奇攻进了本赛季个人的第12个进球 太冷静了 我们看到拉维奇这个球啊 其实是之前打了后方线的球员 这个身体之后 有一个变相 有一个折射 但是我们看到拉维奇的脚弓的这个射门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静 这个球场上其实像足球场和篮球场都是一样的 就是细节看功夫 我们再看一遍 好像是打在了阿罗逸秀 是 阿罗逸秀是有意的向后挂了一下 他的身边是不是杨鲤鱼啊 什么之前像这个位置怎么还可能去 去有一个背身的一个躲的动作去打 都已经到了分分是命根已经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更应该用身体去堵住对方的射门啊 下一次 下一次是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 完全应该有一种舍身堵枪眼的感觉 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还在有一个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 呃 数字叫掉屁股 就是身后一转一转体去 完全是一个打小的感觉 你可能会打什么 没进 有多好的一个机会 瞬间就要把比分改写追平 又是迪亚涅 又是迪亚涅 这次太放松了 迪亚涅怎么给人感觉都是对波的人 成功波进点球波进 这次几乎是味道了嘴边的这块肉 它是当他这样的突兵侠也挺难 不这个球严格来说 我觉得以职业球员来说 而且又是一个前锋 不踢到门里去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呀 是啊 他只是把球 确实像你说的是不是放松啊 这球他根本几乎都没发力 让皮球撞到自己脚上 所以 所以我觉得当天津毅力的主教练 真的得需要一份大心脏 不要气馁 对天津毅力直接叫打门 漂亮 我叫打门打得非常的坚决 杨丽鱼 我觉得杨丽鱼这个小孩学的不错 现在我估计迪安涅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了 也不知道就迪安涅上一幅处以后 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伊德耶 一共满共就进了13个球 其中4个球都是伊德耶进的 这13个进球里面还有一个是乌龙球 当时和重新立番 打比赛的时候 米罗维奇帮助伊利进了一个 也就是说自己的球员 那么只进了12个球 这12个球里面是伊德耶 有4个 但是竟然在比赛中 没有给他能够继续报名 这个对于封线上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看看这个球 尔尼奥在反观 各位华家幸福 一共有36个进球 他们在过去的21轮比赛中 有23人次的首发的轮换 那么一共有14名队员完成进球 他说这是多点开花呀 第二年拿球没有给 身体是真不错 这背身拿球啊 一般还真是撞不动 来了 看看这个球 能不能有机会再传到中 不带了一步 好呀 好像 290公众啊 伊利全不要弃了 第一率啊 还有就是由于米克尔的输出 现在啊古德利估计上场的概率就越来越低了 赵玉豪 身材也有 米86 打了个变化球 球传起来 哎 太靠近门将 这场比赛 对于天津一队要保急 这场比赛 一分都不解割 对于双方来说啊 一分都不解割 对 必须要拿到三分的 如果说当然比赛还早 如果说河北华夏幸福 如果一场能够拿到这三分的话 将会记得三十六分 也就是说 呃 在打了二十二轮以后 他们现在是仅仅比少打一轮的山东鲁能 呃 少两分 而且他们将会在 这个未来比赛中和鲁能有一个直接对话 胸部一舔给米克尔 米克尔 把这一张外套 超级漂亮啊 哎 这其实是米克尔 他本身的能力和特点 米克尔在 米利亚国家队 或者曾经过组织型的进攻后 呃 这个进攻前腰 美龄养先 大咖冰箱 邀您观看 精彩赛事 美龄818发烧 让美好来临 这种比赛的进程啊 对于河北华夏幸福来说 应该是比较 是一个自己喜欢踢的一个踢法 嗯 一不零的比分领先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防守缓击的优势 就会显现出来了 啊 这个高点能不能抢的 就开起来 到了后点 还是第一点没有选到 是赵雨豪抢到第一点 继续大脚 看这个扳机 能不能打出来 尹鸿博把球赛传给自己边路跟进球员 这是第三脚 第四脚 传到对方身后 尹鸿博扣 右脚 右脚 这是没扣 他得腾出来 转过了 那小伙子踢球真是挺轻巧啊 哎 但是不需要啊 挪到左脚 哎 可能打起来更舒服 右脚因为是踩油门似的 哈哈 哈哈 杨丽宇换到了右边 胡仁天 大脚杯再塞 还是准备找他捏啊 啊这个身体的优势显现出来 中午赵丽豪这种游手转弓的 船球的成功率非常高 嗯 赵丽豪确实在中路打得不错 这些传的稍微有点差点意思 嗯 如果啊 在甲乙市 因为赵丽豪 呃24岁 在打那么两三年的划 再提高提高啊 经验在积累积累 他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中场后腰 因为这个后腰的位置啊 是一个游手转弓的节拍器 对 这个节拍器的前提是 你的传球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嗯 不拖泥带水 而且能够准确的传出来的话 正好一下就是让他的对手 他的中前场的这种围墙 一下就化为乌有 马上反击的时候 就能够出现很好的机会 你看这种一个好的后腰啊 呃都需要大赛的积累 这种经验的积累 再继续给 哎呀 两个人 缺乏默契 一个走内线塞直线 一个往外线扯 那围棋 我这看也真是不少处啊 今天从刚才来看的 好像是气温有27度 就是刚才这个球 你看啊 我看杨丽鱼 杨丽鱼啊 你看看个这个动作 虽然是个下意识动作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来说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作为职业球员来说 不正常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去掉屁股去挡住 这个是完全是应该挺起胸膛跳来之后去挡住对方的舍门 这么近 即便闷在胸口上 也不可能走多疼 这完全是一种 下意识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职业球员来说 应该说是踢血球的正常动作 也可能不会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 这场比赛 对于主场作战的天天毅力的 对于员来说 那真的是 一场救赎之战 你如果说真是等到最后两三场球 再去那种拼冲命来去打比赛的话 那以后的事情真的是很难说 没错 我们全体认为这个小伙子还年轻吧 确实年轻 我早就原谅他了 我确实 我看他地球还是 你原谅他一否是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主教练能否原谅他是主教练的问题 确实无量 中场站得很稳固 踩配名哨 靠阳在防拉维奇的时候被追发犯规 35分钟场上比分靠着拉维奇的进球1比0 客场暂时领先了天津毅力 天津毅力也有一个绝好能够把比分追平革机会 但是迪安涅 这已经不是近代支持了 这个名字我会记住的 这个几乎是让他打出去 如果说我们到目前来说一场半的时间 就是我们之前解除一场天津毅力的比赛 一场半的时间 就是现在还没到一场半 在我印象中迪安涅应该能够攻入三城 三球 第一个球是空门 一个守门 守门都没有了 在六马线的位置踢到了立中的外面 然后紧跟着5分钟之后是一个点球 没错 踢飞 踢飞 今天这个比赛又是比六马线还有技能位置 踢个两场 这个打进比打出还难 这个这个球呢 对于他来说竟然是送给了对方的门将 呃 第二个不过啊 确实是过于放松了 还是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比赛状态 王立宇 稍微得牵强了点这个犯规 其实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使这个比赛的进程更加的连续 一下 像这样的比赛呢 所谓产品员吹发的哨音是一方面 嗯 再等一下 能不能这场比赛一个好的产品员 是一个流畅性的比赛的这种指挥家 或者是控制者 然后是白玉芳 从我们看到米克尔包括拉维奇 这几个好的球员 我们都认为他肯定技术是非常不错 那么技术好的一个 权衡技术好的一个标准 我们认为其实就是控制住 控制住球不轻易丢球的人 在比赛中如果有很好的机会向前传 或者有很好的威胁球向前传的时候 即时性必要做人 但是没有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 能不能够很好地把球控在自己脚下 能够把球很好的梳理好 转移到另一侧 失误率很低 这实际上对于每支球队 都是需要一个动场的调底价 其实啊 我们发现 幸福左右的这种转移球的传算 是次数非常多的 张宇豪 张宇豪方面是罗孙文 基本上 间均一例都是回收到了 自己的三十米区域来防守 就在继续给尹鸿博 李宏博 李宏博啊 这势力 罗孙文应该向前走 应该有一点的控制 五四腰的站位防守 哦 没有冲的好 五四腰的站位 真的是身后的空档 很难形成下地的突破的机会 没错 那这也是就得需要不停地转移 找到在移动当中防守球员的这种空档 瞬间拉大的空档 能够利用 作为你面对五四腰的防守阵型 滑加进步啊 出了两个边 从边路来转移的话 你纵身 跑位比较非常多 对 这无球的这种跑动 这要求非常高 天地零拉球在右边 看看能不能寻找到这个机会 还是白玉峰 白玉峰拿球以后 在自己的正常附近 请问自己的队友稍稍跑过 所以你这的位置完全可以穿 他已经上来了 赵玉峰 胸部把球留下来以后 这边是赵玉峰 你看 啊这个球没挺好 没挺好 赵玉峰的传球的成功率比较高 啊 啊这球直接塞了 这种你让迪亚涅全速去拼抢 用速度 不是不行 但是依靠速度 要想完全公开撕开 特别华夏幸福防线 这个难度相对来是要大一些 没错 你多打打 你干脆从边路以后 多起球找他的头顶 尽量的发挥他的优势 那说刚才近代支持的球没进 如果把他换成头球 我估计十大就稳 那可以调起来自个顶吗 算两球 那以前 以前的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 嗯 中国的甲级练赛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 投球顶球是算两分吧 是 所以到门前以后一定要把球调起来 哈哈哈哈 阿罗伊西奥拉维奇 现在阿德平人进球了 看看巴西水牛在这场比赛中 会不会有所见书 脚球开起来 一个前腿后侧 放手队员前到第二路 电影后头顶出解围 赵明健 不是你这双眼回传呀 这个就可是 啊好吧 这是一高人难大 顾佳也是只有24岁 非常年轻 有你8687的身高 这是第二孽呢 你要说他当 说丢机会是一回事啊 另外呢就是 因为自己的球队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防守 你对任何一个支球队 好像 来了 我们看看怎么样 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又是一脚远射 这脚远射是打了打高了 球没有完全压住 拉维奇 真是奔着上脚瞄的 这个球往前 趟最后一步稍稍有点大 距离不够 足以能够把皮球压住 迪亚涅是和自己身后的球员的距离显得比较大 所以他也是经常必须要向中路中场来靠拢拿球 这样一来他距离对方的大门就越来越远 明明是可以靠高度来进球的偏偏 他必须要用速度来突破 42分钟 现在靠着拉维奇的进球 河北华夏幸福在客场1比0领先的天鹰毅力 学线找左路的接应队友 中场 并还绷上来 刚才车间的事已经超微差了点 这是尼克尔个人的能力 外交备只塞 塞给了迪亚涅 迪亚涅在这没把球拿的时候 再把他换到另外一侧 然后确实他身边没人 他身边没人 总感觉到迪亚涅在比赛中 真的是身体 速度如果你要不用真的是可惜 可是要用了他之后 他好像又跟自己的队友不见 又欠缺一些默契 也确实他 所以我说 有的时候必须要说 他也挺难为他的 一个前锋 你是攻城拔债的主要的利器 当然得到机会 固然应该责怪他 但是有一个客观 就是周围的自己的队友 更多的时候都在防守 等投入进攻的时候 那么距离他的距离就越来越远 我记得他状态好的时候 边路只要能把球传起来 传得稍微好一些 他的投球的这个威胁 如果一旦发挥球 那任何球队都感到非常的害怕 对 郭正一 这个长篇球 草率了一些啊 其实在这个时候4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为什么那么着急的往前传呢 而且我们看到天津毅力的球员并没有对你形成这种压迫质的这种强法 完全可以不能够轻的把球权交给你的队友 一二三 胡仁天 胡仁天个人也是有两个进球 个人的第18场的联赛 第二年拿球了 被神拿球以后把球换到了右边给白月锋 白月锋 调整起球 调整起球 但是落点还是被华夏幸福的球员拿到 形成连续的第二波的进攻王栋 再继续给左路 这时候华夏幸福呢只留下了阿雷笑顶在最前面 但是既是这样所有的队员都在自己的办法 起球 又是个高球 其实这个高球虽然有点深 但是想法是对的 就找迪安涅投顶 这么打呀 向金周荣高准一 甚至包括赵雨豪 都不能够轻易的再往前压 现在米克尔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连河北华夏幸福的禁区的这个位置已经写定不了 他和 丁阿涅这个球员的一个差距 是啊我就说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远 那可怜的1092的丁阿涅 背身拿球 抬眼一望全是敌军 哈哈 好 这时候应该上半场比赛宣布结束了 拉维奇进了一球 现在领先着天津一利 而天津一利的迪安涅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可惜和进球还是实质交批 上半场比赛结束以后在团波足球场天津一利队 主场0比1暂时落后于河北华夏幸福 而这也是米克尔来到了天津一利以后的1比0 在客场河北华夏幸福暂时领先着天津一利队 天津一利是下半场 从刚才看的是已经要换人了 是把杨丽鱼换下以后换上了李源一 李源一上场在中路和边路可以给自己的球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变化 整个上半场比赛米克尔和迪安涅确实他的距离显得比较远一些 下半场希望这两个球队能够靠得近一点 这样能够给华夏幸福的中后场带来更多的一些威胁 两个边呢整体能够打开 整个上半场比赛我觉得胡云天在边路活动比较少 他很多呢都是向中路来靠拢 完全有可能让米克尔离迪安涅的这个位置更近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赵宇豪这两个中前卫的后腰这个位置啊 他们进攻当中上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大 后边割两个后腰防守的话 我觉得有点浪费了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一边在战之后穿着蓝色上衣的是天津一利 穿着白色上衣的就是河北华夏幸福 这是BTV距离体育为各位带来的2017年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 本场比赛解说是谢朝元和沃斯东 两个边喽 右边是白月峰 左边是赵宏略 直接穿过顶 穿着有点深 在T5席上天津一利 还有灰家康另外一位的编路好手 而华夏幸福这边则有着董学生 当然还有着一个U23的车市委 外角杯 我们还是找李仁一 今天团博渡球场 这到现场的观众也非常有限 比赛或者说联赛进行到现在的这个情形 对伊利这样的球队 我觉得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啊 不过也的确啊 这段时间可能对于天津一利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 这八轮不胜 这的确对于球员来说太伤 这个士气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球目就更着急 秋穿起来到后连还是大 漂亮 很清楚 对 朝阳 第二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半场 联谊拿行 不仁天在中路暴冲 就传起来 是华游 两个人同时抢这个点 但是也有两名队员在防守 地理队多走走边路啊 拉宽对方的防线 因为如果真要投入进攻的话 前面有两高两可以找 在外线 给这两名队员谈 哦 打到红梁上 太可惜了 这球真要在门框里的话 阳城市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没有 这才能显出你是1米92的一个强力前锋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色 PPTV智能电视 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 具体域电视应用 三重选择 进享中超盛宴 这里也在比较 智能电视 특히这两个节奏 满了 спис 这种 比较 按下 智能电视 对 智能电视 到 打 这个位置组织一下挺多 防守的时候呢 回收到自己的这个拖沫冲锅位的位置 嗯 郭文天这是他习惯的位置 两个边一旦跑起来 郭文天的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 尤其啊突然的变向内切 看看这交球传到周龙 下半场这几分钟 声音力逐渐的开始有起色 哇 这应该是个点球啊 这个后面踢人 明显一个后面踢人 应该是个点球 看着他们也很年轻啊 呃 两个 一个看法啊 一个白风的 黄牌没给 一个是丁尼利的点球没怕 这对上交 赵宏亮 把球留给拉维奇 继续给 球传起来 这球传得不错 又一个后点 一个投球 再回坐一下 有点远射 大进区内的一家打门 上来的是丁汉峰 冒顶了 这种球就怕二点啊 一下来就落 好就好在 好就好在没有能够形成 防守上的更多失误 天津伊利不能再丢球 如果再丢球这场比赛 基本就交代了 老华为奇 撤得比较靠边 劳维奇这个赛季 确实你要看的话 慢慢的他的能力 尤其是个人能力 开始呈现出来 是 这一样倒给了一张黄款 给了阿罗一一笑 最怕是一个灯榻的动作 我从这一钟才看到 这场地的条件真的不是很好 在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勾到皮球的情况下 伸脚灯榻 阿罗一笑领到了黄盘 还有一个比较 特别是不太来 所以你准备了 华台幸福啊像包括了阿罗伊西奥巴克 包括了这个拉维奇个人能力都很强 到现在为止他们凭借着个人能力 给自己球队带来八个进球 这是石斗志球队里边 这个统计最高的 给了 我有机会了 看看拉一个空档叫打板 球进了 从后卫的两腿之间打进去的吧 因为正好是好像把杜嘉的视线挡住了 拉维奇这条打门非常突然 这个进球对于天津伊利打击太大了 就是刚刚在进攻中有点起色 有点希望 突然当头一棒一盆冷水 哎 这个再往后退的时候这个空间 其实陶队呢想上那一瞬间收受有点犹豫 这球就是 你看杜嘉的这个反应啊就能看出来就是从俩腿之间打 对 动气已经来不及了 打的真轻 这两脚舍门啊 一只左脚一只就打的这个位置非常轻 第一个就左脚推 而且这个位置呢并没有使劲 因为只要一使劲这个球肯定会飞 所以说他选择的是一个很巧的舌门 这个舌门我们看到在有力量的情况下又有一个桥子 出众两员 现在场上比分成为2比0 给 被打了一下 再准备找李元一的时候 船队线路 已经被华夏政府的防抗队员封住 啊 这下天天一里可真有点麻烦 818 空调队员突破天际 价格冰眼 绝杀出场 啊 天天一里要加油了 但要加油要拼命啊 跟加油还远远不够 希望这个拉维奇的第二个进球 真的能够激起天天一里的球员这种斗志 定位球 不然这个球员还是顶得比较勉强 我蹭的不错 应该说在平时新的阶级上 在平时中啊精心演练过 而且你要看蹭的非常清楚啊 这球关键是拉维奇传的 就是传到头上让你蹭着一下 连续第二个叫小 又一个后点这就顶高了 哈 阿罗伊西奥顶到 阿罗伊西奥 他的报名声都也只有一米七 呃7677 他是真能质 真能跑 是 各位好 当然 然后他到白南 嘉然 他在吃一米七 那是 一条 这两条 就会拿走 还有 他就会看 也会看 阅 quant 起来 然后好的 这是攻方拿球往前走 5号稍微的稚嫩了一些 卓森门 这边刚才拿球的王栋美传球的时候 防守队员已经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半场 黄西号 曹阳 陈旺松直接穿过顶 哦有机会了 看还有赵洪峰 还有第二天机会再强行打门 但是哎这种进攻 其实呢在下半场天地里已经见有起色 还是把握门前机会啊 以往的数据和这场比赛啊 应该说如数以辙 对 创造了机会也达到了射门 但是往往呢解决问题的这一下啊 达不到 看看这个脚球 脚球都起来中 还有第二点吗 看难了 那这球赵洪烈直接打门 看了一个 前场的定位球 再看一下 吹爬的是灯榻的动作吗 是危险动作灯榻 但是到这个引火博碰到皮球了 是买提江 在天津伊丽啊 有几名救援 像买提江 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的球员 买提江特别拼 卡这个球 被人上挡车 迪安涅认为防守的人强中 有人守球 荒动 投球 两个高点 约位了约位 啊 你要看这个镜头还真是 你看下半场他确实有了向前提 去和迪安涅形成更好的呼应 但现在落后两个球确实不好办 难度太大了 给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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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事 子宾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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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祢 这球传的稍微欠缺点意思 因为这个球追着自己的队友这么传 他正好往前跑 传到他后脚跟上 多无奈 你看教练这些表情 投球 曹阳 尼克尔 尼克尔就去拿球 再支三 左边 再买地枪上来以后 赵宏略扯到了右边 来取代白月增留下的位置 这球给的清楚 往前推进再给 稍微早了一点 这球也显得比较勉强 这个球李源一还没有跑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这球送出去了 完全可以在选择我中间带一带 应该来说有一些起色 还是第二个进球 坚决 非常坚决 你看这球打的也不是很凋酸 但就打的是一个一个巧劲 就等着你曹阳伸脚 一挡我射门的时候 从你两腿之间打过去 其实刚才曹阳这个位置已经守住了 已经封住他的射门路线 但是这个时候往往从两腿之间打是最难 而且是最有效果的 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天津以前的味道了 天津球的那个味道 真是有点拼起来了 这可就是出来了 得进球 现在如果这时候进一个球的话 可能场上形势局面 马上就发生变化 胡文天 表天安念 右边没有人跟上 稍微控制下 再把球传到了右边 赵洪略起球 单掌把球打出 刚才是 应该有受伤 手边好像受伤了 可能确实 撞在一起 确实 我们在半场时就说 你从边路多起起球 你用迪亚涅的高度 你不一定是进球 但是至少把对方的防线能够压回去 打在凉成的泪上 这球扬成算比较有经验的 出击的时候侧身出来 这要是胸口朝鲜这 这一下让迪亚涅一个撞散了 反正这一段时间 伊利踢的这种感觉 有想在我们认为 以前像老天津那种球的味道 其实从天津下半场比赛 唯独遗憾的 他又丢了一球 除此之外 完全已经变了 但这个第一球有点表明 这两支球队在中超比赛中的交手 也只有过三次伊利是没有赢过 天津伊利 叫天津泰达伊利 没有赢过 这是一共这三场比赛 一个进球都没有 丢了十个球 而且进两次双方的交手 天津伊利是丢球多打九个 你要说这两年 天津伊利的球队是年年都在保级 但年年都能保级 看今年怎么样 保级也是最后两轮左右的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保级的 这个可能也是全队上下 全俱乐部共同努力的结果 看来问题不大 确实打在 你说打在肩膀头这一块 这个对于门将来说太关键 你要肩膀头 你要稍微有点撑伤的话 你这个扑救动作 就没有办法能够完成 接下来 接下来球 还是准备到天津 球现在在华强师傅的脚下 这个针脚没必要 把王栋翻一下 好了 7100米 全队平均日平 好栋 6500米 贵达康 刚才就提到贵达康 贵达康呢在边路 其实他的 我一直觉得啊 现在天津伊利的阵容中 我们先抛开外园的话 两个边路在 我们本土圈都呢 像贵家康 包括了像 浑天 都是不错的 刚上来 这肾子还没热 送给了对手 一个人一球 调转一下 再打 球丢了 现在是浑天 应该把进攻的节奏 稍微控制一下 现在 伊利这边来说 是必须要把速度提起来 对 但是 华强下幸福这边 不能一味的跟着 伊利的这个节奏走 应该尽可能的出现 两种节奏 这个主要叫靠向 拉维奇 李宏博来控下比赛节奏 浑天把球回枪 赵米克 在左路 没有传转身 摆脱对方的防守 再塞 塞给迪阿涅 再分到右边 这是一个和他的工当 能不能把球成功的传起来 可以 在中路 高度还是不够 这点伊利来说 有点启示了 买提江 买提江的身体也非常壮 睡牛拉扰在地 这就是阿涅伊西奥的这种能力 在这个时候 就是要利用身体上的优势 就是这个力量很强悍 把球护住 造成对手的犯规 对 中心还很低 飞加康 漂亮 过了一个人 李渊怡在侧下 搞点船 回桥李渊怡 李渊怡看看这球怎么处理 中路应该有空当 给了 红阵天的位置非常不错 当回家刚把球传向中路之后 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把球传向 红阵天的位置 伊利这边来的考验真的是来临了 这最后20分钟 这是要命的20分钟 当然对于回家幸福来说 这20分钟要掌控节奏的话 也过得会非常快 丁海峰 齐恶球还是准备找尹鸿波 你撤 这是你撤 这个能力的神仙 再给 给的漂亮 铁回头空档 到了对方 进去里面 能不能完成什么 要打门 在球门 扬声立功了 在球门线上 底线附近 但是第二点 球员就是没有跟上 你看这就是胡文天的字典 是 从边路 一旦能够给他机会 给他空档 能够跑起来 这就是斜插了一把逆剑 现在还是稍稍慢了 那么一点点 他得调软一下啊 看看熊不一平 还有熊不冲球 这个熊不冲球 也没听好啊 你看 这段时间 一天天一日 一直在持续的加深运功 俩的非常靠上 投球后动摄篮 对于华夏进步来说的话 在对方 一直这种持续进攻之下 必定后防线上会出现漏洞 一旦要是对方失控 那么像阿罗伊西奥 拉维奇等人 就有机会能够偷袭了 确实杨童的一分 数码这球打了下了 下边咯 吴宫泊到雨豪等 哦打进去就不坏啊 哦就就漂亮啊 一个穿了个先点 哎呀坏哦 看看这球 直接的一角打门 有一个折射 向唐涛 哇这个球 显过剃头 这就是啊 当你的注意力 防守已经失位了 当你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机动在进攻的时候 防守上的球员 可能完全要及时回到位置上 最难了 双筹把球打出 关键是在进攻当中啊 你能不能把控机会啊 刚才两三次的机会都没有能够把控制 现在可别发展幸福 哎 攻到了对方的进去里边 在左脚把球看到了 中了一个投球 听得稍稍正了一些 欠缺一个进球啊 阿罗伊西奥 很勤奋的一个球员 阿罗伊西奥到现在为止 这么中超联赛里边有九个进球 而这九个进球啊 都是在进去里边完成的 是 有投球 有左脚 有右脚 马上就要进行到75分钟的时间段了 这个时候对于双方球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 现在供桥 天宁一粒 战略上风 对家康 对家康拿球 横着带 哎呀 这个球 想轻点穿 结果穿小了 对 这个球太遗憾了 自己的进行队员应该往前跑拉开一点距离 再准备成过点 高度不够 其实啊 要说的话 华谈幸福的进行防守队员确实高度都非常的不错 高准一 八六 金多龙 八四 赵宇豪 八五 罗森文 八八 说你前面有个一米九二的迪阿涅呃 现在越来越往上靠的米克尔也有八八的身高 但是呢 从空间掌控来说的话 各位华谈幸福呢 这高球 不是特别怕 但定位球啊 迪阿涅的优势有 可惜都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赵宇健 二点球 米克尔 你看左路的买提将上去了 右边呢 现在上不来 早点给 给的漂亮 给的不够 怎么样 再看这次机会 哦 回家看这球竟然没有能够停好 大球 高准给这边是两个人 买提将买提将 左脚把球传起来 到了后点 再传中了 迪阿涅 太慢了 哎呀 球没有丢 再传到中了 这一件是和表花家幸福的门前 一片慌乱 买提将 买提将在左脚传起来 一个中落 一个通球 又是横梁 今天是老天不邦毅力队 这个球确实 这个球来的本身是稍稍在他的脑袋后面一点 他得往后仰 应该说是在他的身高的这种弹跳起来的控制范围之内 嗯 应该如果我觉得顶的门框以理应该是对于职业型像这种前锋来说啊 应该是可以做到我觉得他是有点后仰活的所以呢没有完全能够压住 啊 今天不过他也确实是运力队 美龄养仙大咖冰箱 邀您观看精彩赛事 美龄818发烧 让美好来临 两三次这样绝好的机会 迪安涅呢 门前有一个绝好的推射得分机会丧失了 这次又顶在了横梁上 另外还有一次呢 也是靠着一个高空球投球又砸在了横梁上 这对于整个天移力啊 太伤 是 这种世纪在一种手上 呃 这股劲别卸 还是继续达过临 在刚才围着横梁下幸福在进攻 打着热热闹闹的时候 高准一是躺在了金区里面 躺了几个球啊 那个球可能投诉也是因为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盘员不吹 吹井比下对 不过打着打着他又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拉维奇 红柏 不错防守的 这个对位防守是赵洪烈 赵洪烈这个位置 第一个丢球和他是有一定的关系 看着拉维奇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 嗯 要到最后的十分钟 投球后侧 这下半球明显的 跟进一力在进攻上有起诉 对 应该说是第二个球被攻进之后 就有起诉 嗯 他就缺 缺个进球 这个机会强行向李母 回家扣 好 跟进的是金周龙 形成一个角球 高高点 穿得准一点 这时候向赵雨豪金周龙高转一 嗯 不但要盯第一点 还要抢第二点 买低将 球开起来 这个弱点是被 八辆镜子的权拿到 赵洪烈 能不能形成第二次机会 脚球穿起来了 哎可惜了 这个球穿起来还是被防守权拿到 应该说换了几个球员之后啊 天津伊丽这边进攻有很大的起诉 黄西化 所以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像慧家康这样的球员 是不是上的有点晚 就是像 我觉得像慧家康 李源一 我觉得都上的比较晚 可能有一二三政策这一方面的限制 嗯 但我觉得 限制是一方面 所以主则链对于这几个球员的这种使用和了解 应该比我这些人来说更加的清楚 什么时候用呢 用他打什么 嗯 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 针对情的步骤 呃 这点上我觉得 看来格里尼呢 是做的不错 他调整确实调整那些球员的能力 还是很强 就是我觉得像 一律的一格业啊 没有能够继续比赛的话 这个损失蛮大的 买提交 已经约位了 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顺利拿到这三分的话 华夏幸福呢 他在在积分榜上 呃 就逐渐的开始逼进前三 同时呢 包括这场在内 那就是三场比赛将会维持不败 而在此之前可是有过四连半 这是他们四个客场以来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而对于天津一律来说的话 就非常困难了 他们是已经连续的九场比赛不胜 而且在此之前这八场比赛不胜呢 是三连半 如果要加这场比赛呢 那就是四连半了 越来越难达 这边华夏幸福开始换人 十五号比赛国家 阿里 三号比赛 阿里 我们要加上纪红 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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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航被换上场 李航在联赛至今为止也是有一个进球 刚才提到河北华夏幸福一共36个进球里面 他的进球队员多达14位 米克尔 他说米克尔啊 伤得也真不是时候啊 你的那段时间 确实对于保吉的球队来说是抢分的关键时候 比赛联赛刚刚开始 这几年 对于天津 以往的天津泰达 现在的天津毅力 这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以往的 假A的这种老牌的劲率 中国足球的这种老假机队 那 嗯 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啊 总是徘徊在后阶 总是和降级这几两个字啊 时不时的就画上等号 这个 可能除了在场上的一些存在的问题 嗯 我们看到的是比赛上的问题 估计可能还有很多场外我们看不到的 非比赛上的问题 是的 这就是像一个人的脸上有一些疙瘩 但是呢 他可能看到的是表面动物 而不知道是不是到底是内上是哪出了问题 没错啊 对于现在天津泰达必须要做一些 不过呢 他也确实 从内部管理上 尤其高层上 在近期呢 有动荡 连续的更换最高层啊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先看买低价买低价把球开起来 还是这位上高点 又差一点 说实话今天也确实天津泰的运气差了些 宽伯足球场刚才提到 宽伯足球场可能是我们看到的 在天津泰达主场的 这个赛季最后一个一个主场了 对啊 在未来的主场比赛中 他们将会回到自己一开始的主场 水泥球场 河北华夏幸福这场比赛 如果如愿拿到三分的话 那么亚换资格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惨烈 后面的比赛就会越来越好看 现在目前看中超前七支球队 除了前两名球队之外 那五个球队都有可能 对 最近势头最猛的无疑就是国安了 这连续的获胜 这施米特来了以后还没输过 所以整个的 亚冠资格的争夺 形势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惨烈 中场 这球没有能够传给自己的队友 在向前赛的时候也丢了 飞加康 这段时间双方的节奏又开始慢慢放缓 这体能上消耗也非常大了 而打到这个时候八十五六分钟 其实双方的队员也都明白 不是说没有时间 而说确实要连锥两个球难度非常大 而一开始我们就说这两支球队 谁拿三分回去都觉得不舒服 这个谁谁拿一分 对 都觉得不舒服 一分 对于双方来说真的是 这场比赛都是力拼这三分 天津泰 没卡住位置 这个球确实我觉得你让迪安涅这样去争 一个五五开的球 它的优势并不明显 你要像伊德耶或者像高大的 当然霍尔克就不用说了 像伊德耶伊哈洛这样的球员 这种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 这是想传球还是想射门 肯定是想射门的动作 没注意 没注意 这球独家扔给曹阳的时候 曹阳并没有注意 天津伊丽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将会在8月19号 面对辽宁开心 打完这场 打完辽宁开心这场比赛以后呢 将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 那么最后9月9号 有20天左右的休整时间 他们将会迎来上海上港 未来的两场比赛可都是客场 随后在9月15号 长春亚太9月23号天津全界 逗到后点 机会 门将机会 门将即时出击单拳把球打出 有个变相 到够结尾 溜得稍稍大了一点 跑了88分钟 这时候四次射门 一次摄政的阿罗伊西奥被换下场 换上了17号的朱海威 来自广东的一位生于广东的一位选手 26岁 他打的场次其实还算可以 这是他的个人第9场比赛 不过加起来 这前8场比赛加起来 也就打了100多分钟 不到200分钟 竞争时越来越激烈 嗯 然后按照道理来说 这26、27岁啊 都是当打的时候 没错 回敲门将 打到这个时候 打到这个份上 偏尽力已经回天罚数了 那总体感觉比上边是打的要好些 呃 好很多 哎对我想说好很多 如果一开始就这么打 还不一定 这场比赛谁哪三个人 不过的确啊 隔壁滑翔选择也是就是他的整体实力呢 强于对手 所以说在场面的更具上个人能力的表现上优势比较明显 在2比0你先以后也确实你要看的话是有点放松 其实我们看到 嗯 看这个球 哎呦 大片 2比0的比分也是源自于天津一利在2比0比分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呃 对于河北华夏幸福的这种后方线的压力不够 对 嗯 有个变相 有个变相 这应该是个脚球 鼓势将会有3分钟 买踢江 谁应该说在下门时的比赛当中 裁判员漏盼了天津一利的一个点球 没错 胡文天在近期内拿球的时候 我们看到河北华夏幸福的球员应该是在 赵明健有一个背后踢人 他这个踢的这个动物呢 严格来说他是想踢球 但是胡文天比他的腿更快一点 先拿走球的时候他脚也倒 嗯 但是从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个点球 假如那个点球真胖 要进了 那就后面不好说了 很难说 想撑动 像亨利一样的护球 比赛最后的60秒钟 还是0比2 嗯 可以看到金周荣啊也是非常的放松 赵一号把这球再传给建议的边路队员 嗯 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从天津各个地方到了团博球场 其实团博球场离天津市区还是蛮远的 是啊 来到这里的球迷啊 这次又又又失望而归了 是啊 全场比赛 要结束啊 这时候 看望松好像已经四张黄牌了吧 如果这张要加在一起的话 哎呀 下场比赛应该是达不了了 你给我的感觉在赛前的技术统计当中 唐宝松应该有三张黄牌了 对 这个没必要的一个犯规 比赛打到这个点上这个比分 你看 这个黄牌实在太不值得 而全场比赛 这时候宣告结束 这样一来 丁尼利在主场0比2 输给了河北华夏幸福 而同时 这是拉维奇一人独中两元 而这两个进球也帮助了河北华夏幸福的积分 达到了36分 他们再一次的逼近了排名前三前四的球队 而同时天津一利 依旧还要为自己的暴击去苦苦挣扎 这场比赛之前 他们是位于第15位拿到15分 而这一轮比赛结束以后呢 他们还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排名 不过好就好在 如果说有希望的话 他们是22轮比赛 但是他们少打一轮 所以说未来的比赛 并不是说没有希望 对 球员一定要记着握手 这个为此而被判罚 这个实在有点太不值得 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 对于李林生 确实应该 好好的思考思量一下 未来的比赛怎么打 未来的 你无论下面的对手 他都要么是暴击的 要么就是争这个亚冠 或者争冠军的球队 全场比赛结束以后 2比0 在未来的比赛中 他们下一轮连续的两个课长 分别是辽宁开心上海上岗 随后又是长春亚太 和9月23号 将会是天津得比 他们对天津拳见 全场比赛结束 应该说呢 天津里下半场 打了45分钟的好球 这是又多了一个丢球 但同时也可以说明啊 河北华夏幸福球员本身 他抢机会的能力 保卫机会的能力 确实要抢 拉维奇和阿洛伊孝 你要说这两支球队 从外援能力上看的话 河北华夏幸福 靠着一个拉维奇 靠着一个阿洛伊孝 基本上在进攻上 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至少百分之八十的问题 就能解决了 以天津毅力的这支球队的班底来说 大部分应该是曾经天津太达 或者是以前老天津球队的那些斑马留下来的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完之后啊 下半时我们认为天津的一里踢的应该说是好很多 我们先听听现场的这个顺彩 虽然前段时间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通过调整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在最近这个礼拜还是取得了进步的 虽然上一场比较遗憾吧 但是我们还在这时候拿到七分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可以冲击了 在最后冲击 对 每次遇到毅力队 可能华夏幸福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你觉得是源于什么 我们觉得团队团结吧 然后靠我们不懈的努力吧 其实这场球我们来之前做了非常困难的准备 开达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老牌尽力 所以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 虽然在最后阶段我们的体能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咬下来了 靠我们的任性 通过这场胜利是不也要加快这个对于亚冠名额这种争夺的证图 对我刚才已经说了全力冲击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能这个地步了吧 已经没有再就是做遗憾了 就没有再不能遗憾了 我们只能再继续的努力向前看 必须全力以赴冲击亚冠 这场比赛在赢了以后啊 我们看现在排在第三的鲁能38分 随后呢有37分的天津全剑 像富丽 中鹤 国安 河北 华夏幸福 现在三支球队都打了22场比赛都记得36分 所以说未来的比赛确实像张成东所说的 确实你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我看看采访米克尔的这个顺材怎么样 和之前那位球队有什么区别 你最后一场比赛是第三个比赛 对中鹤 中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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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一次比赛回来 我们失败了 这两个比赛是什么差别 最后一场比赛和这一场比赛 我不知道 我觉得 你能够比赛跟两个比赛 我认为是确实的差别 你能够比赛 我认为今天我们显示了一场比赛 我们显示了一场比赛 我们显示了一场比赛 我们工作了很努力 我们玩得非常好 我们只是认为是极端的赛 但我们有些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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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赛我们也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们创造出很多机会 并没有把握住 你要知道一场比赛当中创造出机会 没有把握住 就是意味着没有进球的话 就意味着不可能赢下比赛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 大家看来现在这些球队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比如说阵型 因为我们毕竟改过5号位阵型之后 从来没有赢过球 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我们需要改变 确实关于阵型我无法来讨论 因为教练如何安排我们作为球员如何来执行 你看到是米克尔 他这个采访是问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5号位以后 他连续说的好几个 I don't know 其实要说这个问题 他不应该是问米克尔的 这个球员也不可能说5号位好 还是4号位好 只是这个问题可能是留给教练自己去回答 可能会更好一些 不过到现在为止 确实对于天津毅力 我倒非常同意 刚才米克尔说的 就他们的自信心 需要时间来恢复 就这种当你习惯赢球的时候 那么你会越打越好 而且你的这种比赛灵感也会被激发出来 而当你持续的遭遇波赢球或者输球 那可能对于球员的自信心 你的发挥 你自己都会怀疑 何况你的对手 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跑通距离 确实跑的不少天津毅力 在和河北华夏幸福比赛 你看多跑了差不多4公里 传球次数 传球的成功率 其实天津毅力还要更多一些 更好一些 射门也是天津毅力 你要说的话 光看统计数据 这个比分二应该写在前面 我觉得伊利这一个赛季来说 应该说它的数据都不输 但是往往最后比分输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门前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问你 五后位以后没赢球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两个字 就是味道 就是现在天津毅力的这些球队 因为我刚才之前所说过 这些球员原来是以前老天津的这种班底 缺少了一些原来天津球队的一些味道 对 过往我觉得两个 给我印象 它两个边的优势在过往 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 这是整个比赛过程中下半场的几个机会 可惜那个投球 假如说这几个机会有一个把握住了 可能场上形势比分都会发生变化 向米克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创造了不少的机会 但是就是没有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完成进球 如果从这场比赛也可以看到的确 天津伊利是在可能不太运气的时候 碰到了现在正在二次复苏的河北华夏 是 同时在这场比赛中 天津伊利本身的运气又不是特别好 不过 确实对于河北华夏幸福 这场比赛是做了比较精心的准备 正像张成功所说的 就这场比赛他知道对方他需要什么 而且对方会怎么打 已经够有力了 但是阳城 这个位置卡的相当好 胡润天 其实我倒觉得像刚才这个问题 像五后卫 四后卫 我觉得两个边 你如果放弃的话 确实对于天津伊利 你的进攻点 你的进攻手段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单调 你无论出现五后卫 五后卫的宗旨是要防住河北华夏幸福的进攻 还是源自于防住进攻的前进下 你要对他的防线有所压力 这也多调整了一下 在完成射文的时候就发生了变相 当然这场比赛 天津伊利最终是0比2输球 而河北华夏幸福现在2比0这场比赛 获得胜了以后 双方应该说 对于伊利队 他是没有能够达到这场比赛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刚才提到就是22轮比赛他还少打一场比赛 这样一来在未来会不会能够在补赛的那个时候 能够抢到这民族珍贵的三分 现在每一分 确实像谢长安所说的分分是敏根 对于现在的河北华夏幸福也是如此 因为要想去争亚冠 现在是几支球队犬牙交错 这样一来的话 在未来比赛中都是不容有失 但是比赛确实还有几场比赛 所以说无论是保级的还是争亚冠的 也都并没有说是世界末日 毕竟在未来比赛90分钟里面 任何突破的能力 江中栋边路也有 中路呢 拉维奇和阿勒西奥也有这种强点和组织 他确实就少一个铁腰 就是差这么一个人 对 有啊 努比亚 但是没办法 这个外援人数不 这个有限 脚球开起来 哎 说不定差一点冒顶啊 门将还算不错 我就拨了一下打出 啊 这是一个强势二打二 我这个球想法非常好 连续的第二个传奇 再把球传到了另外一层 这球传来真准 再给 你还别说你要看 特别华夏幸福啊 这几轮的比赛 当然你把这个比分和胜负 要如果抛到一边的话 你要看的话 确实华夏幸福啊 逐渐开始有这个配功 个人色彩吧 就是大范围的调动 地面的局部渗透 当年他是在西甲 包括了在英超 他率领球队啊 呃 他的训练课 基本上就是 有那么前半前半节 这种大范围的调动 跑动 随后呢 再给你融入到这个细节里边 向小范围的传递局部的渗透 林海峰 啊你这么说的话啊 你看 那河内华在幸福 两个边还真不错 尹鸿博丁海峰 嗯 都是国字号球员啊 在另外一侧 张承栋 赵宁坚也是 没错 左边这边呢 轻巧型 右边里边身体相对来说更加强壮 速度型啊 啊 这个在拖在前面的是阿罗伊西奥 他们入选过 这个 巴西国家看看这球 头球后侧 两次后的拉维奇 他是国家最队员 现在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太多的联系 嗯 更多的是拉维奇可能更多的毁了一些要求 能够从后边组织进攻 说这个时候 如果拉维奇 而你在反观天津伊利的这些人员构成 呃 当然像包括了迪亚涅 这位来自三里加尔 他也是呃 身高马大 得分能力非常强 米克尔也不必说 那么他中轴线上都是外援 是 旁七号米克尔包括了迪亚涅 当然还有就是呃 迦纳的阿琴姆彭 这是速度型球员 打了三场 但是这场比赛停散 呃就是由于握手事件 二倍停赛 没有握手 边路可以给自己的球队 带来更多的一些变化 像呃整个上半场比赛 米克尔和迪亚涅 确实他的距离显得比较远一些 呃下半场希望这两个球员能够靠的近一点 这样的能够给华夏幸福的中后场 带来更多的一些威胁 两个边呢整体能够打开 整个上半场比赛 我觉得胡云天在呃边路活动比较少 啊很多呢都是向中路来靠拢 完全有可能让米克尔 离迪亚涅的这个位置更近 嗯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赵雨豪 这两个中中前卫的后腰这个位置啊 他们进攻当中上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大 后面割两个后腰防守的话 我觉得有点浪费了 呃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一边在战之后穿着蓝色上衣的是天津衣裂 穿着白色上衣的就是河北花夏幸福 这是BTV距离体育 为各位带来的2017年中超联赛第二十二轮的比赛 本场比赛解说是谢朝阳和罗斯东 两个边楼 右边是白玉峰 左边是赵宏略 直接穿过顶 长得有点深 在T5席上天津一粒还有灰家康另外一位的边路好手 而华夏幸福这边则有着董学生 当然还有这一个U23的车市委 各位小贝 我们还是找李仁一 今天团博渡球场这到现场的观众也非常有限 比赛或者说联赛进行到现在的这个情形 嗯 作为一粒这样的球队 我觉得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啊 不过也的确啊这段时间可能对于天津一粒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 这八轮不胜 这的确对于球员来说太伤 这个士气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球迷就更着急啊 球传起来到后点还是大了 好 好这时候应该上半场比赛宣布结束了 劳维奇进了一球 现在领先着天津伊利 而天津伊利的迪亚尼也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可惜和进球还是实质交比 上半场比赛结束以后 在团波足球场天津伊利队主场0比1 暂时落后于河北华夏幸福 而这也是米克尔来到了天津伊利以后的1比0 在客场河北华夏幸福暂时领先着天津伊利队 天津伊利是下半场 从刚才看的是已经要换人了 这把杨立于换下以后换上了李元一 李元一上场在中路和边路 可以给自己的球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变化 整个上半场比赛 米克尔和迪亚尼也确实 他的距离显得比较远一些 下半场希望这两个球员能够靠得近一点 这样能够给华夏幸福的中后场 带来更多的一些威胁 两个边整体能够打开 整个上半场比赛 我觉得胡云天在边路活动比较少 很多都是向中路来靠拢 完全有可能让米克尔离迪亚尼的位置更近 因为我们看到赵宇豪这两个中前卫的后腰的位置 他们进攻当中上的位置并不是很大 后面割两个后腰防守的话 我觉得有点浪费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一边在战之后 穿着蓝色上衣的是天津衣裂 穿着白色上衣的就是河北华夏幸福 这是BTV距离体育 为各位带来的2017年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 本场比赛解说是谢朝阳和沃斯东 两个边楼 右边是白玉峰 左边是赵宏略 直接穿过 领床的有点深 在T5席上天津一粒 还有惠家康 另外一位的编路好手 而华夏幸福这边则有着董学生 当然还有着一个U23的车市委 各位小贝 我们还是找李仁一 今天团博渡球场 这到现场的观众也非常有限 比赛或者说联赛进行到现在强行打门 但是这种进攻 其实在下半场 丁尼利已经见有起色 还是把握门前机会 以往的数据和这场比赛 应该说如出一辙 对 创造了机会 也达到了射门 但是往往解决问题的这一下 达不到 看看这个脚球 脚球都起来 猪 还有第二点吗 看难了 那这球赵宏略直接打门 看了一个前场的丁尾球 再看一下 吹发的是灯榻的动作吗 是危险动作 灯榻 但是到这个引火博碰到皮球了 是买提江 我在天津一利啊 有几名球员 像买提江 杨鲁鱼都是 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的球员 但买提江特别拼 卡这个球 被人上挡车哦 迪安涅认为防守的人强中 有人守球 黄东 投球 两个高点 约位了约位 啊你要看这个镜头还真是 你看下半场 他确实有的向前提 去和迪安涅形成更好的呼应 但现在落后两个球确实不好办 难度太大了 整个车 是 圆環 这个次 约会 单あ 现在 会 在天津玉利主场的 这个赛季最后一个一个主场了 对啊 在未来的主场比赛中 他们将会回到自己开始的主场 水利球场 河北华夏幸福这场比赛 如果如愿拿到三分的话 那么亚冠资格的竞争 将会越来越惨烈 后面的比赛就会越来越好看 现在目前看中超前七支球队 除了前两名球队之外 那五个球队都有可能 对 最近势头最猛的无疑就是国安了 这连续的获胜 这施米特来了以后还没输过 所以整个的亚冠资格的争夺 形式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惨烈 通常这球没有能够传给自己的队友 在向前赛的时候也丢了 飞加康 那这段时间双方的节奏又开始慢慢放缓 这体能上消耗也非常大了 而打到这个时候八十五六分钟 其实呢双方的队员也都明白 不是说没有时间 而说确实要连锥两个球难度非常大 而一开始我们就说啊 这两支球队谁拿三分回去都觉得不舒服 这个谁谁拿一分 对 都觉得不舒服 一分对于双方来说真的是 这场比赛都是力拼这三分 天津一力91.8公里 真是跑的 尤其下半场 对跑的非常多 李航 再给 哎呀 还好 后面保护的这队员 站位非常不错 米克 没卡住位置 这个球确实我觉得你让迪亚涅这样去争啊 一个五五开的球他的优势并不明显 你要像 伊德耶 或者像 呃 这个高大的 当然你说华尔克就不用说了啊 像伊德耶 伊哈洛这样的球员 这种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 北边的这块肉他是当他这样的吐饼侠也挺难的 不这个球严格来说我觉得职业球员来说而且又是一个前锋啊不踢到门里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呀 是啊 他只是把球确实像你说的是不是放松啊 这球他根本几乎都没发力让皮球撞到自己脚上往前往前往 所以我觉得当天津毅力的主教练真的得需要一份大心脏 呃不要气馁对天津毅力直接叫打门 漂亮 你叫打门打得非常的坚决 杨丽鱼 我觉得杨丽鱼这个小孩觉得不错 啊现在我估计杨丽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了 呃也不知道就杨丽上一副处以后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伊德耶 一共满共就进了13个球其中4个球都是伊德耶进的 是 这13个进球里面还有一个是乌龙球当时和重新立班 打比赛的时候米罗维奇帮助毅力进了一个 也就是说自己的球员那么只进了12个球 这12个球里面是伊德耶有4个 但是呃竟然在比赛中啊呃没有给他能够继续报名 这个对于这个封线上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看看这个球 尔尼奥在反观各位华家幸福一共有36个进球 他们在过去的21轮比赛中有23人次的首发的轮换啊 那么一共有14名队员完成进球 他们要说这是多点开花呀 蒋亚尼拿球没有给 身体是真不错 这背身拿球啊一般还真是撞不动啊 来了看看那个球 能不能有机会再传到中 不带了一步 哎 好像 刚刚二十九公路啊伊利全不要弃了 伊利啊还有就是由于米罐的付出 现在啊古德利估计上场的概率就越来越低了 赵玉豪 胜传也有米86打了个变化球 嗯 球传起来哎太靠近门将 是 真高马大 得分能力非常强 米克尔也不必说 那么他中轴线上都是外援 是 黄七号米克尔包括了 迪阿涅 对 当然还有就是 呃 迦娜的 阿琴骨骨 这是苏骨骨骨 打了三场 但是这场比赛 停赛 就是由于握手事件 二倍停赛 没有握手啊 据说呢 他是不了解这个规则啊 当然同时因为这个握手事件停赛的还包括了帕托 嗯 丁海峰 能够看到这种转移球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转移啊 速力三更慢了一点 五四一的阶行啊 不怕这种转移球 嗯 到处都是人 对 他不会说后位后环线球员在大范围的移动 杨丽宇拿球 准备向前突破 在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河北华学生路律服队 用了三脚球球攻入这方球门的这么一个情绪 嗯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速度提不起来 也是源自于五四一的防守城的站位 制约着他这种反击的速度 要说天机率在 善乱他和这个圆明复得打的时候让人有点影响不到 对 就到最后完全被打花了 尤其啊这种保级的球队在面对同样要保级的球队面前 在比赛中 这种精神上的支撑力量非常关键 一旦要是防守上或者出现一些失误的话 有点脆弱的表现 整个球队都会受到影响 赵一豪 赵一豪 赵一豪也有过一个进球 赵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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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一豪也有过一个进球 其实应该说他是刚打正年只有30岁 是 给边 哎呀上的上的和传的时机不对 继续拿球转身 给这天津打得不错啊 赵洪烈这一次的环球盘带都不错 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对国安随后呢又对富丽 这两场比赛 当然后面的包括了像辽宁开心 长春亚太江苏苏宁 这都是要保级的球队 随后马上在面对天津全界广州恒大山东武能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之后的两场比赛 对着国安和富丽将会决定他们在未来比赛中 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 有点像雅玲 对 中间稍微来说有点细 水平的对手可能稍微有点弱 那么两头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球队 但是他真是面对拼命保击的球队 他们也想拿分 我说的是华夏幸和想拿分 攻击能力又这么强 后防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后防线的漏洞是不是又会适时的漏出来 客场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好一些吧 因为毕竟呢 客场作战南东肯定防守这方面要做的更多一些 但是如果回到河北华夏幸福的赌场 到青黄岛 必须要拿到三分的情况下 他势必要势必要往处顶一顶 因为越往后多 90分钟的比赛 上来之后不是那种非常快节奏的这种压迫式的踢法 越往后踢 对于他的这种心情来说呢 越急躁 是的啊 我能够拿到三分的话 就一下跳出降级区了 是的 嗯 那么对于华夏幸福这边 作为拉维奇和阿罗伊西号 两个人应该离得更近一些 如果这两个人之间互相又有来电的感觉的话 中路二打三 你他们俩这种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 二打二 二两个人夹在一块打对方的三个中头位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 嗯 但是我老觉得如果米克尔再往后退两步的话 估计米克尔是一个剪刀型工厂 就是你看他在当年切尔西比赛最好状态的时候 他一个人往那一站啊 基本上你要想从他这个身边过去 那确实你得付出代价 说当然了九输战场四个多月没有比赛 呃这个状态的恢复也需要时间 是的 拖球一点解围 永宏博裹脚 你要说的话这个再打两轮 马上又进入到了国家队的比赛啊 今天 在天津伊利方面他们的U23还是20号的杨丽宇 以及在替补席上的替补门将 这两年啊天津伊利的这个球队是年年都在保机 哎但年年都能保机 看今年怎么样 保机也是最后两轮左右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保机的 嗯 这个可能也是全队上下全职责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啊 啊看来问题不大 确实打在 你说啊打在肩膀头这一块 呃这个对于门将来说太关键了 你要肩膀头你要稍微有点撑伤的话 嗯 你这个扑救动作就没有办法能够完成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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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球 还是准备到第2捏 球现在在滑在这部的脚下 这个针脚没必要 把王栋翻下 好了7100米 全队平均距离 好动 6500米 贵家康 刚才就提到贵家康 贵家康在边路 其实他的 我一直觉得 现在天津域的阵容中 我们先抛开外园的话 两个边路在 我们本土圈中 像贵家康 包括了像呼人天 都是不错的 刚上来 这肾子还没热 送给了对手一个人一球 调转一下再打 球丢了 现在是呼人天 应该把进攻的节奏 稍微控制一下 现在 毅力这边来说 是必须要把速度提起来 对 但是华夏幸福这边 不能一味地 跟着毅力的这个节奏走 应该尽可能地出现 两种节奏 这个表情要靠 向拉维奇 离洪博来空下比赛节奏 魂天把球回枪 张米克 在左路 没有传转身 摆脱对方的防守 再塞 塞给迪亚涅 再分到右边 这是一个和他的空张 能不能把球成功地传起来 可以 这也在中央 高度还是不够 大家要逢凉上 太可惜了 这球真要在门框里的话 杨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没有 这才能显出你是1米92的一个 强力前锋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色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 具体域电视应用 三重选择 进享中超盛宴 老将曹阳 曹阳还是很稳的 边路赵洪略 赵洪略和尼克尔 其实在底下中 尤其是五后卫三中卫的踢法当中 陶阳原来也打在后道 对 那么进步当中 应该把尼克尔顶上去 陶阳从两个中后卫的身后 顶上来充当一个后腰 在这个位置总是一样进步 防守的时候呢 回收到自己的这个脱后中后卫的位置 嗯 郭文天 这是他习惯的位置 看个边一旦跑起来 郭文天的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 尤其突然的变向内窃 看看这交球场到中了 下半场这几分钟 声音力逐渐的开始有起色 这应该是个点球啊 这个后面替人 明显有个后面替人 应该是个点球 看着他们也很年轻啊 嗯 两个看法啊 一个白风的黄牌没给 一个是丁一类的点球没怕 这对上交赵宏列 把球留给拉维奇 继续给 这球传起来 这球传的不错 又一个后点一个同情 同样 再回座一下 有点远射 大进区内的一脚打门 上来的是丁海峰 冒顶了 这种球就怕二点啊 有一种舍身堵枪眼的感觉 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还在有一个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 数据叫掉屁股 就是身后一转一转体去 完全是一个打儿小的感觉 哎呦看看 喂 伦彪 没劲 哦 多好的一个机会 瞬间就要把比分改写追平 又是迪亚捏 又是迪亚捏 这只太放松了 迪亚捏 怎么给人感觉 都是 对波的人 从丁海不进 点球不进 这次几乎是味道了嘴边的 这块肉 他是 当他这样的吐饼侠也挺难 我这个球严格来说 我觉得以职业球员来说 而且又是一个前锋 不踢到门里去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 是啊 他只是把球 确实像你说的 是不是放松啊 这球他根本几乎都没发力 让皮球撞到自己脚上 往前 所以我觉得当天津毅力的主教练 真的得需要一份大心脏 不要气馁 对天津毅力 你直接叫大门 漂亮 我叫大门打得非常的坚决 杨丽鱼 我觉得杨丽鱼这个小孩 学得不错 现在我估计迪亚捏的心态 开始发生变化了 也不知道 就迪亚捏商品付出以后 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伊德耶 一供 满共就进了13个球 其中4个球都是伊德耶进的 是 这13个进球里面还有一个是乌龙球 当时和重新立番 打比赛的时候 比赛 帮助乌龙球 帮助毅力进了一个 也就是说自己的球员 那么只进了12个球 这12个球里面是伊德耶 有4个 但是 但是竟然在比赛中啊 没有给他能够继续报名 这个对于 这个封线上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看看这个球 尔尿尔在反观 各位华家幸福 一共有36个进球 他们在过去的21轮比赛中 有23人次的首发的融换 那么一共有14名队员完成进球 你要说这是多点开花呀 亚涅拿球没有给 身体是真不错 这背签拿球啊 一般还真是撞不动 来了 看看这个球 能不能有机会再传到中路 不再离不 漂亮 看清楚 对 操阳 连季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半场 连一拿刑 不人机在中路爆车 就传起来 尽怀摇 两个人同时抢这个点 但是也有两名队员在防守 力队多走走边路啊 拉宽对方的防线 因为如果真要投入进攻的话 前面有两高人可以找 在外线 给这两名队员谈 哦哎打来到红梁上 太可惜了 这球真要在门框里的话 杨诚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没有 这才能显出你是1米92的 一个强力前锋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色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具体域电视应用 三重选择进享中超盛宴 8上角 Motor City 1米2 BTS 1米5 8 4 6 5 这个位置总是一件紧密 防守的时候呢 回收到自己的这个脱禾最后位的位置 嗯 郭文天这是他习惯的位置 那个边一旦跑起来 郭文天的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 尤其突然的变向内窃 看看这个小小传到周龙 下半场这几分钟 生命力逐渐的开始有起色 啊 这应该是个点球啊 这个后面踢人 对 应该是个点球 啊 这应该是个点球啊 这个后面踢人 什么一天给米克啊米克尔 把这一张外套位点出来啊 哎 这其实是米克尔 他本身的能力和特点 米克尔在米利亚国家队 可是曾经过组织型的进攻后 呃 这个进攻前腰 美龄养先大咖冰箱 邀您观看精彩赛事 美龄818发烧让美好来临 这种比赛的进程啊 对于河北华夏幸福来说 应该是比较 是一个自己喜欢踢的一个踢好 嗯 1-0的比分领先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防守 缓击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嗯 这个高点能不能抢到 就开起来到了后点 还是第一点没有抢到 是赵雨豪抢到第一点 继续大脚 看这个板击能不能打出来 尹鸿博把球再传给自己编路跟进球员 这是第三脚 第四脚 传到对方身后尹鸿博扣 右脚 右脚 这是被扣 他得腾出来 转过来 这小伙子踢球真是挺轻巧啊 哎 还是不需要啊挪到左脚 哎 可能打起来更舒服 右脚因为是踩油门似的 哈哈哈 杨吕换到了右边 胡仁天 大家被带塞 还是准备着牙捏啊 这个身体的优势显现出来 宫主赵也豪这个游手转弓的 传球的成功率非常高 哎赵羽豪确实在中路打得不错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差点意思 嗯如果啊再假以示 因为赵羽豪 呃24岁在打那么两三年的划 再提高提高啊 经验在积累积累 他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动向后腰 因为这个后腰的位置啊 是一个游手转弓的节拍器 对 这个节拍器的前提是 你的传球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嗯 不拖泥带水 而且能够准确的传出来的话 正好一下就是让他的对手的 中前场的这种围抢 一下就化为乌有 马上反击的时候就能够出现很好的机会 你看这种一个好的后腰啊 呃都需要大赛的积累 这种经验的积累 再继续改哎呀两个人 去发默契 哦两名队然在防守 立队多走走边路啊 拉宽对方的防线 因为如果真要投入进攻的话 前面有两个高远可以找 在外线 给这两名队员 打得到红梁上 太可惜了 这球真要在门框里的话 杨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没有 这才能显出你是1米92的一个 强力前锋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色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具体域电视应用 三重选择进享中超盛宴 老江曹阳 曹阳还是很稳的 边路赵洪略 赵洪略和尼克尔 其实在比赛中啊 尤其是五后卫三中卫的踢法当中 淘阳原来也打在后道 对 那么进步当中应该把尼克尔顶上去 朝阳从两个中后卫的身后顶上来 充当一个后腰 在这个位置组织一下进步 防守的时候呢 回收到自己的这个脱后中后卫的位置 嗯 郭文天这是他习惯的位置 这边一旦跑起来 冬天的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 尤其啊 突然的变向内切 看看这交球上到中了 下半场这几分钟 分泌力逐渐的开始有起色 哇 这应该是个点球啊 对后面替人 对 对 对 应该是个点球 看着台湾人很年轻啊 呃 两个看法啊 一个白风的黄牌美根 一个是丁尼里的点球美胖 这位场球 赵宏亮 看这球竟然没有能够停好 大球高练给这边是两个人 买提胶买提胶 左脚把胶传起来 到了后点 再传成了 迪安逆 太慢了 哎呀 球没有丢 再传到中落 这一阵是河北海岸幸福的门前 一片慌乱 买提胶 买提胶在左脚传起来 一个中落 一个投赢球 又是衡量 今天啊 是老天不邦 毅力队 啊 这个球确实 那也估计啊 这迪安逆也得说 今天怎么倒霉的总是我 这球能挺的 衡量真的挺准的 是 这么近 这个球 应该这么说 这个球来的本身是稍稍在他的脑袋后面一点 他得往后仰的 应该说是在他的身高的这种弹跳起来的控制范围之内 应该如果我觉得顶的门框以理应该是对于职业型 就像这种前锋来说 应该是可以做到 我觉得他是有点后仰活的 所以呢 没有完全能够压住 今天不过他也确实运气太白了 美玲养仰仙大咖冰箱 邀您观看精彩赛事 美玲818发烧 让美好来临 两三次这样绝好的机会 第二天呢 门前有一个绝好的推射得分机会丧失了 这次又顶在了衡量上 另外还有一次呢 也是靠着一个高空球投球又砸在了衡量上 这对于整个天衣力啊 太伤 是 这种事情在一种受伤 呃 这股劲别陷 还是继续打过顶 在刚才围着华夏圈子在进攻 打的热热闹闹的时候 高准一是躺在了进去里面 踏了脚后啊 那个球可能投诉也是因为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盘员不吹 吹井底下 对 如果打着打着 他又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来位棋 文勃 不得防守的 这个对位防守是 高凰的 强行打门 但是 哎 这种进攻 其实呢 在下半场 天衣力已经见有起色 还是把握门前机会 以往的数据和这场比赛 应该说如出一辙 对 创造了机会 也达到了射门 但是往往解决问题的这一下 达不到 看看这个脚球 脚球都起来 中 还有第二点吗 看哪个 这球赵宏林 直接打门 看了一个 前场的定位球 再看一下 吹罚的是灯榻的动作吗 是危险动作 灯榻 但是到这个 引火博碰到皮球了 是买提江 我 在天津伊利啊 有几名救援 像买提江 杨鲁鱼都是 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的球员 买提江特别拼 卡这个球 被人上挡住 压涅认为防守的仁江中 有人守球 杨鲁鲁鲁鲁鱼都大 不过 我给 173 我找到一个山团的 你看下半场他确实有了向前提 去和迪亚涅形成更好的呼应 但现在落后两个球确实不好办 难度太大了 宇原一 宇原一拿球 传了一个追身球 这运气真是 再给 你还别说你要看河北华夏幸福啊 这几轮的比赛当然你把这个比分和胜负 要如果抛到一边的话 你要看的话确实华夏幸福啊逐渐开始 是有这个配工个人色彩了 就是大范围的调动地面的局部渗透 当年他是在西甲 包括了在英超 他率领球队 他的训练课基本上就是 有那么前半前半节 这种大范围的调动跑动 最后呢再给你融入到这个细节里边 向小范围的传递局部的渗透 丁海峰 你这么说的话 你看河内华在幸福 两个边还真不错 尹鸿博丁海峰 都是国字号球员 在另外一侧张成栋 赵明坚也是 没错 左边这边轻巧行 右边这边身体相对来说更加强壮 速度行 在拖在前面的是阿罗伊西奥 他们入选过巴西国家 看看这球 投球后侧 两次后的拉维奇 他是国家队队员 现在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太多的联系 更多的是拉维奇可能更多的毁了一些要求 能够从后边组织进攻 这个时候 如果拉维奇拉回来 去组织进攻的时候 阿罗伊西奥应该更多的应该顶到最前面 你阿罗伊西奥他其实活动范围非常大 直接准备穿过顶 穿了过顶以后 但是这个区域的防守 华夏幸福做得非常不错 你在反观天津伊利的这些人员构成 当然像包括了迪亚捏 这位来自三内加尔 他也是身高马大 得分能力非常强 米克尔也不必说 那么他中轴线上都是外援 黄七号米克尔包括了迪亚捏 当然还有就是加纳的阿奇姆朋友 这是速度性球员打了三场 但是这场比赛停赛 就是由于握手事件 二倍停赛 没有握手 据说他是不了解这个规则 当然同时因为握手事件停赛的 还包括了帕托 但是我看到这种转移啊 速率相对慢了一点 五四腰的队形啊 不怕这种转移 到处都是人对 他不会说后悔后悔 你要看蹭得非常清楚啊 这球关键是拉维奇传的 就是传的 这球换到头上让你蹭着一下 连续第二个叫小 又一个后点 这球顶高了 阿罗伊西奥顶到 阿罗伊西奥 他的报名声都也只有一米7677 他是真能平 真能好 是 Gee 还应该再吓一下 对 把球传到轴廊 这个角度已经被封锁 米克尔 她无动啊 这个米克尔 一旦你要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要想从米克尔掉下抢球看哪 赵玉豪连着两脚踢 愣为踢动了 这其实啊 采放可以示意比赛继续进行了 是啊 这是攻方拿球往前走 火号稍微的稚嫩了一些 卓森文 这边刚才拿球的王栋里面传球的时候 防守队员已经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半场 黄西号 曹阳 曹光松直接穿过顶 有机会了 还有第二天机会再强行打门 但是哎 这种进攻 其实呢在下半场 电力力已经见有起色 还是把握门前机会啊 以往的数据和这场比赛啊 应该说如数以辙 对 创造了机会 也达到了射门 但是往往呢 解决问题的这一下啊 达不到 看看这个角球 角球倒起来 周龙 考虑第二点吗 看难了 那这球赵宏林直接打门 看了一个啊 最后一次进攻 从天津各个地方到了团博球场 其实团博球场离天津市区还是蛮远的 是 来到这里的球迷这次又又又失望而归了 全场比赛要结束 这时候汤放松好像已经四张黄牌了 如果这张要加在一起的话 下场比赛应该是达不了了 给我的感觉在赛前的技术统计当中 汤放松应该有三张黄牌 对 这个没必要的一个犯规 比赛打到这个点上这个比分 你看这个黄牌实在太不值得 而全场比赛这时候宣告结束 这样一来天津伊利在主场零边输给了河北华夏幸福 而同时这是拉维奇一人独中两元 而这两个进球也帮助了河北华夏幸福的积分 达到了36分 他们再一次的逼近了排名前三前四的球队 而同时天津伊利依旧还要为自己的暴击去苦苦挣扎 这场比赛之前他们是位于第15位拿到15分 而这一轮比赛结束以后呢 他们还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排名 不过好就好在 如果说有希望的话 他们是22轮比赛 但是他们少打一轮 所以说未来的比赛并不是说没有希望 对 球员一定要记着握手 这个为此而被判罚 这个实在有点太不值得 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 对于李林生确实应该好好的思考 思量一下未来的比赛怎么打 未来的你无论下面的对手 他都要么是暴击的 要么就是争亚冠或者争冠军的球队 全场比赛结束以后 2比0在未来的比赛中 他们下一轮连续的两个课长 分别是辽宁开心上海上岗 随后又是长春亚太和9月23号 将会是天津得比 他们对天津拳戒 全场比赛结束应该说 天津里下半场打了45分钟的好球 这是又多了一个丢球 但同时也可以说明 河北花夏幸福球员本身 他抢机会的能力 比赛最后的60秒钟 还是0比2 可以看到金周融也是非常的放松 周融豪把这球再传给建议的边路队员 最后一次进空机会 从天津各个地方到了团博球场 其实团博球场离天津市区还是蛮远的 是 来到这里的球迷 这次又又又失望而归了 全场比赛要结束 这时候 看望松好像已经四张黄牌了吧 如果这张要加在一起的话 下场比赛应该是达不了了 给我的感觉 在赛前的技术统计当中 唐宝松应该有三张黄牌 对 这个没必要的一个犯规 比赛打到这个点上这个比分 你看 这个黄牌实在太不值得 而全场比赛 这时候宣告结束 这样一来 丁尼利在主场零边 输给了河北华夏幸福 而同时 这是拉维奇一人独中两元 而这两个进球 也帮助了河北华夏幸福的积分 达到了36分 他们再一次的逼近了排名前三前四的球队 而同时 天津一利 依旧还要为自己的暴击去苦苦挣扎 这场比赛之前 他们是位于第15位 拿到15分 而这一轮比赛结束以后呢 他们还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排名 不过好就好在 如果说有希望的话 他们是22轮比赛 但是他们少打一轮 所以说未来的比赛 并不是说没有希望 对 球员一定要记着握手 这个为此而被判罚 这个实在有点太不值得 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 对于李林生 确实应该 好好地思考 思量一下 未来的比赛怎么打 未来的 你无论下面的对手 他都要么是暴击的 要么就是争亚冠 或者争冠军的球队 在中路呢 哎呦这个回船呀 真是给这个手面的挖坑了 金正容 道歉啊 其实我就想让你兴奋一下 试试你的脚法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左边 现在作为河北华夏幸福来说 李宏伯边路他有突破的能力 江中栋边路也有 中路呢 拉维奇哥阿勒西奥也有这种强点和组织 他确实就少一个铁腰 就是差这么一个人 对 有啊 努比亚 但是没办法 这个外源人数不 这个有限 脚就开起来 哎呦 数不就差一点帽顶啊 门将还算不错 把球拨了一下打出 啊 这是一个强势二打 我这个球想法非常好 连续的第二转传去 再把球传到了另外一层 这球传在真准 再给 你还别说 你要看河北华夏幸福啊 这几轮的比赛 当然你把这个比分和胜负 要如果抛到一边的话 你要看的话 确实华夏幸福啊 逐渐开始有这个配工 个人色彩了 就是大范围的调动地面的局部渗透 当年他是在西甲 包括了在英超 他率领球队啊 呃 他的训练课 基本上就是 有那么前半前半截 这种大范围的调动跑动 最后呢 再给你融入到这个细节里边 向小范围的传递局部的渗透 丁海峰 呃 你这么说的话啊 你看 河北华夏幸福 两个边还真不错 尹鸿博丁海峰 嗯 都是国字号球员啊 在另外一侧张成栋 赵宁坚也是 没错 左边这边呢 轻巧型 右边里边身体相对来说 更加强壮 速度型 啊 这个 在拖在前面的是阿罗伊西澳 他们入选过 呃 巴西哥的看下这球 投球后侧 点身后的拉维奇 他是国家队队员 现在两个人之间 还没有太多的联系 嗯 更多的是拉维奇 可能更多的毁了一些要求 能够从后边组织进攻 而这个时候 如果拉维奇 拉回来 去组织进攻的时候 说阿罗伊西澳 应该更多的 应该顶到最前面 你阿罗伊西澳 他其实活动范围非常大 直接准备穿过顶 穿了过顶以后 但是 这个 区域的防守 华达幸福做得非常不错 你在反观天津伊利的这些人员构成 呃 当然像包括了迪亚捏 这位个进球了 哎 他个人的进球啊 是比伊利 天津伊利的整队的进球数 也就少俩 拉维奇 11个进球 11次助攻 已经达到了 呃 一个 两个 呃 应该是上车啊 和他现在的号码很相配 没错 比赛已经开始 在场上 穿着白色上衣的就是 河北 环着幸福特队 穿着蓝色上衣的就是 天津伊利 这里是PPTV聚力局为各位带来的2017赛季中超联赛的第22轮的比赛 在主场团博足球场天津伊利队迎战河北华达幸福 跟他们比赛解说 是谢朝阳和我思东为各位带来 这个场地看起来是比较比较糟 呃 由于呢 现在全运会正在天津举行 这个场地啊 也举行了 全运会男足的U18的比赛 以及女足的比赛 所以这个场地的保养确实看起来有点问题 不过有可能啊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天津伊利队将会离开环博足球场 回到自己本来的主场 呃 水利球场 应该说两支球队 可能都会想到了一起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伊利 排出的是一个五后位 嗯 我们知道华夏幸福这支球队 三十六个进球 哦呦 打在立柱上 是不是打在立柱上 这球打得非常刁钻 上了之后伊利很拼啊 嗯 因为华夏幸福三十六个进球 多一半是由边路团中中间解决问题 没错 那么五四一的一个战位 应该说啊打在立柱上 嗯 而且有一个反弹 应该说这场比赛 作为天津伊利的主教练 或者说教练组 嗯 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一个部分 那么反观 二十一号 阿罗伊西奥的上场 他的上场 应该说呃 单打独斗 或者说强突 强壮的这种身体素质 能够去不在中间啊 能够形成很好的 那种中路突破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啊 光靠边路团中是一方面 边中结合 对于华夏幸福 才是重中之重 对 现在看看阿罗伊西啊 这这头水牛啊 能够在这场比赛中 给自己的球队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天津六队 已经是在联赛里边 八轮不胜 难求一场三分解渴的比赛 上一场比赛的胜利 还是在今年的六月二号 二比一在主场 击败上海生花 想想六月二号 那时候夏天刚到 现在已经立球了 是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未尝胜果 确实让毅力的球迷 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受 打一个身后球 其实迪亚涅 这点毅力来说 有点启示了啊 买提江 哈哈 买提江的身体也非常壮 把水牛拉倒在地 这就是阿洛西奥在这种能力 在这个时候 就要利用自己身体上的优势 就是这个力量很强悍 把球护住 造成对手的犯规 对 中间还从地 对 中间还从地 这家康 漂亮 过了一个人 李元宜在侧下 早点船 回敲李元宜 李元宜看看这球怎么处理 公主应该有空当啊 给了 这都传不出点 这红云天的位置非常不错 当回家刚把球传向中路之后啊 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把球传向红云天的那个位置 这一粒这边来的考验真的是来临了呀 对 最后20分钟 这是要命的20分钟 当然对于排断进度来说呢 这20分钟要掌控节奏的话 也过得会非常快 进海邦 齐恶修还是准备找引红波 尼克啊 这是尼克啊 这个能力的神仙 再给 给的漂亮 给出一根空刀 到了对方继续里面 能不能完成手门 要打门 哎呦 在球门 阳城立功了 哦 在球门线上 底线附近 但是第二点球员就是没有跟上 你看这就是胡文天的字典 是 从边路一旦能够给他机会 可以给他空刀能够跑起来 这就是斜插了一把那呃逆劲 什么还是稍稍慢了那么一点点 他得调软一下啊 小时间 满饭熊步一停 还有熊步进球 这个熊步进球 也没听好啊 一刻啊 这段时间 一天天一地 一直在持续的加成进攻 两个非常靠上 投球后送出来 对于滑轿进步来说的话 在对方一直这种持续进攻之下 必定后防线上会出现漏洞 一旦要是对方失控 那么像阿罗伊西奥 拉维奇等人就有机会能够偷袭了 说你前面有个1米92的迪亚涅 呃 现在越来越往上靠的米克尔 也有88的升高 但是呢 从空间 掌控来说的话 河北华夏幸福呢 这高球 不是特别怕 但定位球啊 迪亚涅的优势有 可惜都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赵明健 二点球 尼克尔 你看左路的买提将上去了 右边呢 现在上不来 早点给 给了票 给了无数 红天交在船中啊 怎么样 再看这次机会 哦 回家看这球竟然没有能够停好 大球 高练给这边是两个人 买提将买提将 左脚把球传起来 到了后点 再传中了 迪亚涅 太慢了 哎呀 球没有丢 再传到中了 这一阵是河北华夏幸福的门前 一片慌乱 买提将买提将 再左脚传起来 一个中了 一个投球 又是衡量 今天啊 是老天不帮毅力队 啊 这个球确实 那也估计啊 这迪亚涅也得说 今天怎么倒霉的总是网 这球能挺的 横梁上真的挺准的 是 这么近 这个球应该这么说 这个球来的本身是稍稍在他的脑袋后面一点 他得往后仰的 应该说是在他的身高的这种弹跳起来的控制范围之内 嗯 应该如果我觉得顶的门孔以理应该是对于职业型 像这种前锋来说啊 应该是 可以做到 我觉得他是有点后仰脖子 所以呢 没有完全能够压住 啊 今天不过他也确实运气太短了 美龄养仙大咖冰箱 邀您观看精彩赛事 美龄818发烧 让美好来临 两三次这样绝好的机会 迪亚涅呢 门前有一个绝好的推设得分机会 丧失了 这次又顶在了横梁上 另外还有一次呢 也是呃靠着一个高空球投球 又砸在了横梁上 这对于整个天积力啊 太伤 是 这种事情在一种受伤 有一个人重复的 有一个人重复的 这边就是 还有一个人重复的 在接着人 有一个人重复的 小ception 感谢观看